历史上有这么一些人就发下了誓愿 来生不愿生在帝王家 再也不做皇帝了 公元477年 刘准被萧道成立为皇帝 就成了刘宋的末代皇帝 479年 萧道成准备聪儒 自己登基称帝 国后为齐 封刘准为汝阴王 刘准被迫离开皇宫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说为怨后身 生生世世 不负天王做姻缘 天王就是天子 刘准说我生生世世 都不想再做皇帝了 退位不久 刘准被杀 十年十二岁 还有一个人 就是隋阳帝的孙子杨栋 杨栋被王世冲立为皇帝 后来王世冲以防夜长梦多 就派人带着毒酒 要毒死杨栋 杨栋知道大宪将至 就提出啊 想见母亲一面 没有被允许 于是啊 就焚香礼佛 留下一言 说从今已去 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 说完 眼下毒酒身亡 十年十五岁 这二位少年生在宫廷 自幼体会到的就是做傀儡之苦 他们不曾想过 治下的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这些老百姓哪怕是想过一天 他这种皇帝的日子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发誓不再想当皇帝 那无非是没有体会过权力 所带来的真正的快乐 而对于那些安安稳稳当过皇帝的人 体会过权力的人 你问他们来生还想不想当皇帝 我猜啊 他们一定是还想当的 我猜不想当皇帝的人